在NBA最近这12个赛季,只要场均得分超过30分得分王就稳了,2011年杜兰特场均27点起分就拿到了得分王,2013年安东尼场均28点起分就拿到了得分王,2015年微笑场均28点起分就拿到了得分王,2015年微笑场均28点起分就拿到了得分王。 但是如果把时间在朝鲜推进一个赛季,也就是2005到2006赛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,场均30分连得分王前三家都进不了,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,NBA一共只出现过两次单赛季,同时有三名球员场均得分超过30分,一次是1981到1982赛季, 那个赛季乔治格文以场均32.3排在第一位,摩西马龙和丹特利分别以31.1分和30.3分分叶二三位,还有一次就是2005到2006赛季,那个赛季更加疯狂。 斩姆斯,艾福森和科比场均得分,全部都超过了31分。 斩姆斯,2003年进入NBA,职业生涯前两个赛季都没能打进季后赛。 2005到2006赛季,他再次向季后赛发起冲击,那个赛季免姆斯有两场比赛得分超过50分,10场比赛得分超过40分,49场比赛得分达到了30分。 赛季结束之后,斩姆斯场均得分定格赛了31.4分,职业生涯首次带队打进季后赛。 2005到2006赛季,是艾福森在76人的最后一个完整赛季,他依然桀骜不懈地扮演着孤胆英雄。 那个赛季艾福森有一场比赛,得分超过50分,15场比赛得分达到了40分,49场比赛得分达到30分。 常规赛结束时,艾福森场均可以得到33分。 遗憾的是,这一次艾福森没能把76人带进季后赛。 2004年总决赛带给国赛之后不久,湖人F4豪华阵容就解体了。 奥尼尔去了热火,科比开始独自带队。 不过,因为球队总体实力不强,第一个赛季湖人没能进入季后赛。 2005-2006赛季,科比采用自己最擅长方式带队,开始了疯狂的得分秀。 对阵猛龙时大场空下了81分,对阵小牛13节62分。 赛季结束时,科比场均可以得到35.4分。 其中有6场比赛得分达到了50分,27场比赛得分达到40分,56场比赛达到30分。 再次把湖人带进了季后赛,詹姆斯场均31.4分拿不到得分王,而且只能排在第三位。 艾福森场均33分,也只能去居第二位。 詹姆斯和艾福森一定会心有不甘吧。 但是,面对科比这么疯狂的得分表演,艾福森和詹姆斯在得分王之争上,应该也败得心服口服。